画面中轿车右后方有名骑士 突然把机车放倒 轿车驾驶这时下了车 看起来像是车祸 但这其实是为了炸领保险金演出来的 不久之前两个人还疑似在桥角度 全都被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事件发生在去年8月 高雄市一名公姓男子开车自撞 造成右后门受损 没想到他隔天找来王姓好友 来演这一出假车祸 就是为了要申请保险给付 两个人演完之后还报警 警方调阅监视器一看马上露线 现在企图以假车祸诈领保险案件多 保险专家表示保险公司 除了会比对双方车辆油漆 以及撞击痕迹之外 也会调查双方驾驶的理赔经验与次数 如果次数太多的话 公司就会更审慎评估 如果说这个理赔经验跟次数太多的话 也会有影响到保险公司这个研判的 还有理赔的一个合理性 享用不法行为诈领保险金 终究被拆穿 得负刑法上的责任 华氏新闻蔡孟君 全新人高雄报道 嗨大家好 我是颖童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